吃顿便宜饭 就不说没矛盾了 中美篮球有一赛 这样可以变成中美自由搏击全球赛吗 您看过去 中美是打乒乓球外交 场上两个人 那就是双边关系 简简单单 现在十个人抢篮球 说明中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了 多方利益牵扯 是十里洋场 也有十面埋伏 话说回来 拜登和卡扎菲的例子 告诉我们 在地球上生存 搞不好人际关系 就像卡扎菲一般 强味道已经引来众人推 但要掌握了拉冷人心的本领 即使当不上美国副总统 也能拿个奥斯卡硬币 老俗子2000年前就总结过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您上道了吗 跟大家最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清清白老汇不老传说 这期的不老传说 我要聊聊重庆 无关乎唱红打黑 也无关乎火锅辣妹 66年前的明天 这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1945年8月28号下午3点多 一下从延安飞来的军用飞机 缓缓降落在重庆九冬破机场 守候多时的记者一拥而上 至今舱门栩栩打开 一位身穿灰蓝色中山装的人走了出来 不错 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而从第二天开始 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长达43天的对话 史称重庆谈判 之所以这个谈判的第一点选在重庆 相对大家都知道 因为国民党那些败家子 妻子孩子票子金条子都没有丢 偏偏把首都给丢了 于是后呢 重庆就在抗战时期 扮演了国民政府陪都的角色 丢东北 施华北 这国民党跑一路 日军的小旗插一路 真可惜是废除了封建帝制啊 如果蒋先生是个皇帝的话 他的意好一定是 献帝 有多少帝 献多少帝啊 但是献着献着 也能献成习惯的 1943年 光棍节欠后 中美英苏齐聚埃及开朵 商讨战后事宜 一天晚上啊 美国总统罗斯福跟蒋介石 进行了一场单独的会谈 当谈到处理日本的太平洋占领的岛屿的时候 罗斯福突然想起了 哎 琉球群岛 于是就跟蒋国委员长说 哎呀 就琉球群岛啊 是日本非法取得的 应该予以剥夺 结果琉球啊 离贵国很近 历史上又跟贵国很有渊源 这北委员长 您就发个话 如果你要的话 战争结束 那就送给贵国管理吧 江本委员长一听这话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从来都是我送别人的 哪有别人送我的 这能好事吗 于是回话说 哎呀 我看 还是我们中美共同管理吧 这翻过来的罗斯福大吃一惊啊 哟 琉球那店有那么差吗 白给都不要 过了一段日子 罗斯福又跟蒋介石 弹起了琉球 这次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就快套着枪 逼着老蒋收地了 但委员长 还是很讲原则的人 还是那句老话 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能在美国现在 老跟中国借钱呢 中美人最大方啊 钓鱼岛的账 安居重庆的蒋先生 有一笔啊 这蒋美人长比司马迁更胜一筹 是不是 司马迁只是记录历史 而蒋介石可以说是改写中国历史的人呢 在重庆的时候 除了丢掉了琉球 其实在日本的国土之上 应该还有我们的铸军的 1945年8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根据波斯坦公告协定 计划派遣陆军六十七师 共一万四千五百人 进驻日本爱之县 当首批驻防代表 乘坐轰炸机 微风挖面进入日本 正等着后续部队赶来会合之时 突然电话铃响了 你们回来吧 我们的占领军来不了了 原来国内内战已经全面爆发 本来要派到日本的六十七师 已经派去前线和共军作战 本来该风风光光的驻日部队 如今已经被共军打得烟消云散 哪还有人来呢 几乎就在代表团放弃驻军 回国的同一时期 日本医院好多黑娃娃出事了 这就是日本的第一代黑人混血儿 看人家美国人多聪明 要不人家美日 现在怎么会是盟友呢 血浓于水呀 多么好的 可以让中日世代交好的机会 就这样被蒋本元长给放弃了 当初国民政府啊 选都迁都到了重庆 很重要的考虑就是重庆山躲 洞躲好躲呀 在那个打不起但躲得起的年代 低调神秘最可靠 而在重庆的政府机关里边 同样存在着一个神秘低调 很有作用重大的部门 那就是侍从侍 听起来像服务员办公室似的 不是 这个蒋介石政府的侍从侍啊 他这地位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处 掌管党政军大权 直接对蒋介石负责 就连作为皇亲国戚的国民政府财政爷 孔祥熙都不敢怠慢 还有那个军统特务头的戴笠 也是削尖的脑袋 就想往这侍从实力钻 拍着马屁往里挤 都进不去 可见其地位之高啊 说到他的作用有多重大 除了替蒋介石 制定各项战略 侍从氏也扮演了蒋介石 御用枪手的角色 小到文件 讲稿 公告 大到文章 训词 甚至是蒋介石一生 唯一一本著作 叫中国之命运 那都是侍从氏的枪手团队 帮他给写的 为蒋介石炮制这个中国之命运的 侍从氏第五组组长 陶熙盛 一捉刀有功 过了几个月啊 就出任了中央日报的主笔 两年之后 又升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 这叫什么 笔下升官 笔下升财呀 所以看来 当枪手 还是有前途的 各位英语四六级代考的同志们 大家坚持啊 这两年啊 全国都提倡红色旅游啊 咱满城进士唱红歌的重庆 可以说是集合了红园村 渣字洞白宫馆等一批唱红打黑教育基地啊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渣字洞白宫馆的恐怖 在重庆是人尽皆知 当地老百姓 连走近都不敢 那儿的特务啊 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抓人 如果谁敢干涉 一同抓过去 有的时候 也搞那种 半路上的绑架 人走在路上 后边突然冒出几个人 胳膊一架 手蹭一腿 哥们 请你喝杯茶呀 所有被抓走的人 江湖上给个词叫 失踪 失踪 他还是个传染病 谁要去找这失踪的人 也会被失踪 咱们小学课本里提到的 小萝卜头的爸爸 宋启云同志失踪了 那妈妈徐林侠 就到处打听 爱人在哪 一般傍晚 宋的一个部下 就告诉这个徐林侠 您不是要找宋先生吗 他现在忙 没时间过来 宋先生啊 叫我来把您请去 于是乎 徐林侠和怀抱中的 小萝卜头 就这样 敲牵了渣字洞 而在这个恐怖的牢狱里边 有一些 特别奇怪的规矩 比方说 一进这个渣字洞 牢狱的大门 你入职了 这个徐林啊 就从头到脚 首先给你搜个遍 搜完了 就板着铁青的脸 宣布一个号码 一个号 这个号就是你的名字 从那一刻开始 你必须忘记 你原来的名字是什么 只能记着这一串数字 如果你的名字 之前的名字啊 被其他人知道了 你就会输入到 非常严厉的出发 大家想象一下 在渣字洞里边 对话是多么别扭 哎 一 吃饭了吗 刚和二吃完 哎 那你知道 38去哪了吗 作为陪都啊 重庆经历了 非常多的重要时刻 其中一个 就是见证了 毛泽东 第一次坐飞机 这正是我们开头讲的 1945年8月28号 空中飞行三个多小时 对于一个第一次坐飞机 而且坐的还是几十年前那种 老式军用飞机的人来说 估计啊 肯定是要晕机的 但就是晕了机的毛泽东 依然像一枚 从延安发射的飞毛腿一样 在重庆炸开了画 各大报小报 竟相报道 国民党内重庆当地媒体下达的 不许发射论 不许写专访 新闻一律采用通稿 这个禁令 如同空气 也就在这次谈判之后 一直是毛泽东共产党 为一帮草扣一群草包的蒋介石 却对毛泽东改变了看法 蒋介石 在谈判的时候 找到了他的文胆陈布雷 用心忡忡的说 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 他誓烟无命 手执一缕 绵绵不断 但他知道我不洗烟后 在同我谈话期间 竟绝不抽一支 这我们都知道 毛主席那是出了名的爱抽烟 战争的时候 他基本都是没烟就自己卷 有烟那也都是缴货来的 缴到什么烟就抽什么烟 他自己都说 吃百家饭抽百家烟 在烟盒上没有标明 吸烟有害健康 也没有规定室内禁止吸烟的当时 连续几个小时的谈判 而且面对的每一句话 都可能是陷阱的局面 毛泽东的毅力 是多么的惊人 面对这样的对手 任何人都会不寒而栗的 在那个年代 危机四伏嘛 人人自卑 而在中国的那些老外 跟现在差不多 还是一样喜欢到处溜达 就有一对美国新闻记者 组团去延安红色自主游了 当他们翻山越岭 爬了雪山过了草地 看到陕北好江南的南泥湾生态农场 看到能文能武的抗大同学们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看到了中共领导人们 穿着比老百姓还破了的衣服 和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共产党人这种精神 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